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千三百一十四集,至迪 那大汉反应也是极快,左手一挥间,补西叶幻化,被他直接贴在胸口 风自身情绪波动在体内,防止被王林引动虚火 其眼中露出嘲讽之色,右手掐绝向前一指 顿时,其身体外便有奉天千丈狼身出现 咆哮中直奔雷徒而去 但就在这时,雷徒之后,九色火焰汹汹燃烧 轰然中化作滔天火海 立刻就将那奉天狼环绕,其内血光闪烁 却见血剑一冲而出,直接穿透了奉天狼 直奔大汉而去 即在这里遇到,便是你的死期 没想到,你就是那第五个木胎获得者 杀了你,老夫木胎刻成六界 要怪,就怪你的运气太差 在这里偷偷寻宝,竟被老夫撞到 这大汉长笑中左手向前一挥 顿时便有香火之力换化 再次凝聚出一头千丈之狼 咆哮间冲向血剑 那大汉更是向前一步迈去 整个人快若闪电 一路势如破竹 竟冲开了王林的禁止 织奔王林踏步而来 其双眼盯着王林身前的十八个古西叶 露出贪婪之色 傻你取夜,一举两得 此事大庙 来临中,在大汉脸上浮现微笑 右手五指成招 织奔王林轰然抓来 废话不少啊 王林神色平静 在那大汉来临的刹那 他右手一挥 身前天皇炉轰然而出 直奔大汉杂举 你今日必死无疑 一切反抗都是无用的 那大汉前行中啊 摇头 右手随意向前一拍 落在了天皇炉上 立刻这天皇炉轰鸣震动 但就在这时啊 突然 那天皇炉上被这大汉拍去之处啊 顿时就有一股强大的反振之力 轰轰而出 直接顺着大汉右手 传入其体内 使得这大汉面色突然一变 竟喷出一口鲜血 其身子正要后退 天皇炉内一声长笑惊天 却见嘴角带着血痕的灵动伤人 在一片紫海滔天中从天皇炉内冲出 踏在紫海浪头上 其眼中露出沙鸡直奔大汉而去 在他身体外无尽香火 弥漫环绕 更有阵阵泥喷之声回道 灵动 那大汉眼中 瞳孔收缩 有种不妙之感 灵动的出现 让他对于王林的把握出错 此刻心神震动 震惊灵动身体外的香火同时啊 更是骇然的不知对方为何竟帮王林出手 找紧 灵动伤人急驰而出 转瞬就临近凤天狼族大汉 双手挥舞间紫海咆哮 一个巨大的黑色雕像从海水内展现而出 其暴凶的双臂在灵动伤人低吼中散开 一股毁灭之力轰轰而出直奔大汉 那大汉急急退后 双手掐绝之下 身后立刻就有一道暗色的裂缝撕开 一股血腥之气疯狂的弥漫下 在那裂缝内流出了一双赤红色的双眼 那双眼透出无情 一声狼嚎惊天 但见一道庞大的红影从裂缝内冲出 赫然化作了一头数千张大小的红狼 直奔灵动伤人的雕像而去 那大汉心神狂跳 暗呼不妙 亡灵本就是修为不弱 狡猾多端 此刻再加上这竟然成功踏入第三步的灵动 让这大汉毫不犹豫地放弃三步大能的尊严 在红狼冲去的瞬间 积极后退 就要离开这里 此战不能继续 要立刻走 那灵动上人天人第五衰时 卧上还是小辈 若非他不识好歹 没有足够的香火 他早就成为三步大能 亡灵始终站在地面的鼓神头鼓之上 半步没有后退 甚至连神色都没有太多变化 衣衫吹动中 看着那一路追杀自己进入古墓的凤天狼族大汉 从嚣张的来临 直指眼下震惊的后退 嘴角露出一丝嘲讽 亡灵缓缓开口 你看见我喜悦 却不知我看见你以后更喜悦 亡灵右手在身前一挥 立刻其前方的十八片古稀叶 顿时就有两片直接飞出 奇速之快无法想象 在那凤天狼族大汉身后裂缝出现的刹那 在那红狼咆哮的瞬间 直接就穿透了的切空间 轰的一声呢 封在了上面 后退 亡灵右手向前一指 身前又有两片古稀叶迅猛飞出 奇速太快 可封印天地一切之物 转瞬之下就越过了大汉 在其身后形成了封印 那大汉知晓古稀叶的诡异 此刻猛地改变方位 向着左侧一步迈去 向左 亡灵身前两片古稀叶一闪而出 轰然间封住了大汉左方天地 在那大汉身子一晃 冲向右侧的刹那 亡灵嘴角泛起冷笑 挥手间两片古稀叶封印其右侧天地 哼 向右嘛 就连上下也是不通的 古稀叶再次飞出四片 封锁大汉上下全部方位 只剩下前方 但这前方啊 此刻却是轰鸣滔天 灵动上人的雕像之力 与那红狼展开了厮杀 轰轰之声中气浪云涌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直接横扫 身前所剩全部古稀叶 骤然飞出 直奔那奉天狼族大汉而去 灵动上人更是在冲击内 一闪而出 冲向大汉 轰鸣之下 这大汉全部退路都被封死 危机关头啊 他双手掐绝 猛得在前一指 顿时就见大量的香火之魂 从其体内不断地扩散 形成了一片扭曲之下 隐隐 这大汉在那扭曲中 双臂上竟钻出无数粒子 这些粒子啊 看起来如同獠牙 群狼败月 大汉低吼中 双臂一色 砰砰声中啊 其身上的狼牙全部断开 竟然化作了一头头凶狼 这些凶狼数量太多 转眼就弥漫天地 竟然不下数十万 此刻所有狼全部抬头 正要呼啸之时 天空顿时浑浊起来 却见一个血色的月亮 竟凭空隐隐欢化 一股威压 骤起弥漫 至时他没有机会将这三部大能之术彻底的施展出来 亡灵脉步中啊 右手抬起 抑制天空 轰然间天皇炉膨胀 将这天地完全笼罩在内 遮住了那天空的红月 困住了那数万凶狼 被灵动伤人牵制的大汉周景 面色骤然一变 正要不惜一切 推动神通反抗 却立刻身子一阵 掐绝的右手竟无法落下 在他的身体四周 出现了九滴黑色的水滴 散发出一股 让周景头皮发麻的恐怖气息 他不敢动 动一下便要死 亡灵充满寒意的声音啊 徐徐传来 亡灵的话语冰冷如寒霜 冻住了奉天狼族大汉的一切心 他额头瞬息 溺出汗水 死死地盯着将自己环绕包围的 九滴黑色毒液 以他的修为 清晰地就感受到 在这九滴毒液内 蕴含了无法想象的毒素 只需一滴啊 就足以让他肉身原神 全部腐蚀 半点不留 更让他头皮发麻的 则是那九滴毒液内 弥漫了太多太多的香火之魂 这些香火已然被毒 成为了毒魂 被强行炼化封印在毒液内 散发无尽怨气 与毁天灭地的冲动 他不敢动 一点都不敢 今日的一战 太快 且过程波折惊天 他先是没有料到 灵动会出现 更没有想到 灵动居然迈出了那半步 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 被古西叶封印了 大半的方向后 他也还有反抗之力 但这九滴毒液的出现 却是让他心神几乎要崩溃 那毒液上的恐怖气息 让这凤天狼族周景提表起了一层细微的疙瘩 看到周景被困 面色苍白后 王林双目一闪 缓缓开口道 灵动 灵动上人向前一步迈去 在王林身前石杖停下 直接单膝跪在虚空 目露狂热的恭敬 开口道 主人是要杀他 还是炼化 主人 这两个字传入周景耳中 让他整个人愣了一下 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三部大能 围着星空最强的存在 数量稀少 每一个都是声名赫赫之辈 这样的人物岂能认人为主 更不用去认一个尚未达到第三部之人为主 炼 王林大手一挥 天皇炉内顿时变化 十八片古稀叶更是急速而来 封印在了这天皇炉上 其内魂魄弱弥漫 展开了炼化 那灵动上人更是在王林帮助下 从其香火界踏入独海界 盘膝坐在半空 协助开展炼奴 这凤天狼族周景 与当初的灵动不同 他是真正踏入第三部的大能 想要将其炼奴并非容易 就算是梦到之术 也许把对方耗尽心神之后 才可增加成功的把握 此刻的周景 被压制在天皇炉内 有灵动上人看守 更有古稀叶封印 最重要的是那九滴毒液环绕 王林有十足的把握 对方逃不出自己手心 毒液只有九滴 他不愿轻易浪费 此物眼下威逼为困 依然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且这周景 王林也没打算毒杀 若能将其炼化成为古奴 王林回到界内之后 身边两大第三部大能奴夫 当年的大敌水稻子看见了 定然魂飞魄散 骇然的立刻逃遁 王林眉心一闪 古神星点出现 旋转之中就把这天皇炉 收入眉心之内 他身在半空 看向下方地面 这弥漫了枯萎树木的森林 此刻内部已然空旷 唯有外围 还有近百树木存在 在这森林的中心呢 那贪狼离开古墓的漩涡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依旧漂浮在那里 略移沉眼 王林本打算把这片森林 连同埋葬的古神偷 一同收走 但他不确定收走之后 那传送漩涡是否会消散 一旦消散 便得不偿失 这个漩涡 对王林来说 很重要 他神识略有扫过 尽管不知道通过漩涡 是否会被传送在 这太古星辰 但他却是看出 此物的确是有传送作用 半赏之后 王林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双手掐绝之下 便有大量的进制 幻化而出 直奔天空 展开了层层封印 用了数日的时间 王林彻底的 把这里的一切 军都封死后 他转身一步迈去 直接离去了 这片森林所在的天地 出现时 他身在古墓雾气内 再次施展尽致 从外围 把这里封印后 这才放下心来 眼下这片森林 所在的天地 被他内外 军都烙印了 诸多尽致 完全封死 即便是有人 无意中 得到了古西而来 也无法短时间破改 且有诸多凶险 对于禁止 王林有很大的把握 封印之后 他双目光芒一闪 却见那流月石门 轰然幻化 岁月流逝 为这封印上的岁月镜 添入光阴 使得这片封印 威力再增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